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大随的缔造者 一生只和皇后生下无子 他身心异母同胞的五兄弟会同心协力 共保帝国将上 却不料太子的会力 使得兄弟间猜忌烦目 相互杀戮 无一善终 隋文帝为何要废掉长子杨勇的太子之位 次次杨广经历怎样的处心积虑当上了太子 太子的会力给王朝埋下了怎样的政治危机 存世38年的王朝 由空前兴盛到急速衰亡 到底经历了什么 历史学者张成将为您讲述隋朝太子 费力风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从今天开始我们来讲中国古代的太子制度 所谓太子是古代储君的称呼 古代的帝王在自己生前指定一个儿子为自己的接班人 加以培养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制度 统称为太子制度 我们选取的朝代是隋朝 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扬间 只和皇后独孤家罗生育了五个儿子 他曾经向大臣们炫耀说 前代的帝王宠幸飞瓶 嫡系和树出的皇子众多 费力之势由此而生 正不清静飞瓶 五个儿子都是皇后所生 可谓是真兄弟 哪会出现前代那样内宠争斗 孽子夺权的王国之势 可是恰恰是在隋朝三十八年的短暂历史当中 发生了费力太子 隋文帝离奇死亡 皇子惨遭屠戮等等戏剧性的事件 同是操歌 骨肉相残 杨坚的五个儿子无一善忠 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 我们要明了啊 隋朝皇太子制度运行的悲剧 这要从隋文帝阳间的性格形成说起 北周大象二年五月以卫日 也就是公元五百八十年的六月四日 首都长安城里的隋国公府邸 来了几个衣着光鲜亮丽的不肃之客 指名道姓说有急事要见隋国公杨坚 而且啊 只见杨坚一个人 杨坚的家人啊 有认识他们的 知道为首的是当今皇帝身边的宠臣 小玉政流访 领内使正义 他们啊 赶紧去通知杨坚 杨坚呢 当时正患足疾 脚身病了 听说红的发紫的两位宠臣来找 连忙出来相见 刘坚一点也不寒暄 马上把其他人都轰出去 接着附在杨坚的耳朵边 说了几句话 立刻把杨坚吓得是 差点瘫倒在地上 刘坚说了什么话呢 刘坚说 太上皇刚才把我和玉政中大夫 严之仪叫进了卧室 想对我们俩啊 托付后事 可是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看 太上皇驾崩 就在这一时半火了 我和郑义郑大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引你进宫 主持大事 这是赤裸裸的招呼杨坚啊 一起搞政变 如果换作你是杨坚 在家里好好地养病 突然跑过来一个人对你说 皇帝要死了 我们决定推举你发动政变夺权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这事是真的吗 接着你就会有更大的一个疑问 这事靠谱吗 杨坚也难免产生了很多的疑问 而且他的反应比其他人还要大 杨坚啊 不仅觉得刘坊正义等人的建议非常不靠谱 而且还可能给自己带来灭病之灾 那么这太上皇是谁呢 杨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呢 这就要从北周的政治局势 以及杨坚的经历讲起了 北周所处的魏晋南北朝啊 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 最残酷的时期之一 几乎是一年一小政变 三年一大政变 每次都是血流成河 王公大臣早上出门 晚上不一定能回来 所以政治人物都养成了 谨小慎微 明哲保身的习惯 杨坚家族啊 是依靠军功崛起的政治家族 杨坚从小就长得气宇宣昂 不同于凡人 有大臣提醒周五帝宇文雍 说杨坚 冒有反向 宇文雍啊 犹豫再三 要不要杀杨坚 后来呢决定 我不杀他 但是我也不用他 随书用四个字来形容 杨坚早年的经历 深自会腻 也就是深深的把自己的欲望和观点 隐藏起来 用一双警惕的眼睛观察外面的世界 这就让他养成了 稳重又敏感多疑的性格 好不容易等到宇文雍死了 太子宇文雍继位 杨坚的女儿被分为皇后 杨坚成了国杖 还晋升为大司马 分隋国公 杨坚的日子应该好过些了吧 谁知道 好日子没有来 杨坚的危险反而是越来越近了 新登基的周宣帝宇文雍啊 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暴君 他的父亲宇文雍刚死 他就对着父亲的灵鹫大叫 死得太晚了 他当即啊 把父亲的妃嫔都集合起来 挑选众议的淫乱 宇文雍啊 宇文雍啊不仅胡作非为 还有严重的虐待和暴力倾向 他喜欢把鸡汁和碎瓦倒悬在车上 听鸡的哀嚎 他喜欢打人 据说啊 庭障制度就是宇文雍发明的 杨坚看着宇文雍的行为是越来越荒唐了 他感觉啊 危险症一步步向自己靠近 他觉得得找一个避祸的方法 杨坚和郑义啊 小的时候是国子健的同学 算是发小 长大后啊 关系一直还不错 杨坚看到郑义成了宠臣 就想请他帮忙 他就找了一个机会啊 把郑义拉到一处小巷子里 偷偷拜托他说 我很想到外地方镇去任职 你呢 现在是皇上的心腹 拜托你啊 帮着留意一下机会 杨坚啊 是想远离首都长安 这个是非之地 找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避祸 巧了 不久之后 北州和南城前方的战事紧张 宇文雍就想派遣正义南征 郑义就说自己是能力不够 请皇上挑选一位元帅 他们俩啊 一起指挥打仗 宇文雍问郑义有没有推荐人选 郑义就回答 要平定江东 非一气重城 无法征服前方 皇上啊 可以让隋国公前行 担任寿阳总管 以都军事 宇文雍答应了 下朝任命杨坚为杨州总管 和郑义发兵会师授养 讨伐南城 杨坚是太高兴了 收拾行李 准备南下 不想 就在这个时候 足疾犯了 杨坚不得不在家养病 眼巴巴的盼望着 双脚赶紧康复 可以早日离开 危险的漩涡 虽贵为国障 但杨坚依然在暴君 宇文雲的淫威下 过得提心吊胆 他原本打算远离长安 这个是非之地 尽快脱离险境 却不料宇文雲的两个心信 在这时找上门来 让他带头发动政变 事情来得突然 生死攸关 那么一向都谨小慎微的杨坚 将做出怎样的抉择呢 历史学者张成 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随朝太子费力风云 第一次压力 开机 这完完全全出乎杨坚的意料之外 彻彻底底的要颠覆杨坚之前的 形式风格 杨坚在脑海当中 把往事一幕幕都过了一遍 又把现在的形式 一点点梳理了一遍 再结合自己的情况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思考了一遍 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对刘坊等人说 诸位 我看这事吧 还是算了吧 刘坊着急了 他撂下了一句狠话 一下子改变了杨坚的看法 随书记下了这句话 宫若为当素为之 如不为仿自为也 刘坚的意思是 宫廷政变这种事情 你如果要干 就别犹豫 立刻去干 如果你杨坚不想干 我刘坊就自己去干 刘坚啊 他在政变这事上啊 态度是很坚决的 一门心思要政变夺权 杨坚深埋在心底的权力欲望 被这句话激发了起来 他不甘心一辈子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不愿意一辈子都韬光养晦 金子总是想证明自己的光亮 所以杨坚改变态度 答应刘坊正义等人 带头发动政变 杨坚就以市籍的名义 进入深宫 他见到了计划政变的所有同党 也就是刘坊正义杨慧 黄甫基柳求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而且啊都是宫廷官员 既不掌握军队 在百官当中啊也没有什么威望 他们所谓的政变计划 就是等周宣帝宇文云死后 假传招书 让杨坚来统领天下兵马 掌握实权 杨坚觉得吧 这种政变太儿戏了 会面临诸多的困难和反抗 成功的几率不大 所以他又有些打退堂鼓了 当时呢 刘坊正义等人 已经开始草拟宇文云所谓的遗诏了 见杨坚的态度不坚定 御士大夫 也就是掌管皇帝御用事务的官员 柳求对杨坚说 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 如果不把握住机会 反而要遭到祸害 从杨坚进宫的那一刻开始 政变就像是射出去的箭 泼出去的水 收不回来了 杨坚的妻子 独孤加罗 也在丈夫入宫后派人送来口信说 大事已然 其受之事 必不得下 免之 独孤加罗的意思也是柳求的意思 鼓励丈夫要政变到底 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 独孤加罗在杨坚的生命当中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杨坚非常依赖自己的妻子 关键时刻 妻子的鼓励坚定了杨坚政变的决心 刘坊 正义 拟定了一份招书 要让杨坚总督军队主持朝政 拟完了 他们找另外一个接受宇文云托付的大臣 御政中大夫严之仪会签 严之仪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拒绝签字 还义正严辞的呵斥杨坚等人 刘坊看严之仪的态度很坚决啊 就不再搭理他 待他在诏书上签了字 那一边 周宣帝宇文云结束了荒唐的一生 正义马上宣布了所谓的遗诏 杨坚总之中外兵马士 文武百官接受杨坚截度 同时在另外一边 严之仪也联合一部分宦官 发起了另外一场政变 他们引导北周宗士大将军宇文忠进攻 准备推举宇文忠辅正 宇文忠抢先进入了大殿 都走到了荣椅前面了 眼看胜利的果实就要被抢走了 正义连忙带着刘坊杨慧 黄斧姬柳秋等人冲进来 宇文忠和严之仪 见到正义等人 很惊讶 在关键时刻犹豫了起来 正义等人就和他们理论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宇文忠的心理素质 还不如杨坚 在这个节骨眼上打起了退堂鼓 想溜 想跑出宫去 结果杨坚带上官兵 把他们抓起来 关进了大牢 杨坚计划把东宫 作为自己的执政府 命令百官来东宫议事 政变刚刚发生 文武百官 基本上都处于观望状态 杨坚就命令 私武上士卢邦 带上官兵 召见公卿说 欲求富贵者 当相随来 大臣们还是窃窃私语 有的还想开溜 卢邦就指挥官兵 把百官都看管起来 官员们都不敢动 最后只好跟着卢邦 到东宫去 杨坚的这场宫廷政变 至此才算是取得了 初步的胜利 长安的百官 默认了杨坚的掌权地位 虽然众人默认了杨坚的地位 但仓促上位的杨坚 内心并不平静 因为这临时抢来的江山 并不安稳 那么他将如何稳固 刚刚夺来的政权 他的这段夺权经历 又会给他带来的怎样 心病了 历史学者张成将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随朝太子费力风云 第一次 压力 猜忌 这场政变 在历史上都没有专门的名字 我们回顾这场政变了 应该说这是一场非常仓促的 临时性事件 别人搞政变 怎么也得准备三个月五个月的 长大甚至精心准备了一两年 杨坚的政变 完全是流访正义等宫廷官员 临时起义 拉着杨坚就发动了起来 杨坚的胜利来得非常侥幸 如果不是流访正义两个人之前 和杨坚有交情 关系还不错 这样的好事不会落在他的头上 同时 当时的文武百官是迫于自己身家性命的安全考虑 被迫承认了政变的客观事实 并不是真心拥护杨坚 很多人可能是觉得 之前的周宣帝宇文云残暴荒唐 在他的统治下完全没有安全感 所以感觉换一个人 或许并不是什么坏事 所以大家都是迫于刑事 暂时听命于杨坚 杨坚刚掌权的时候 老同学袁邪就告诉他说 公无党员 譬如水间一堵墙 大威以公其免之 袁邪的意思是说 杨坚没有强大的势力作为基础 既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 又没有自己的政治派系 刘坊正义等人 都是为了自己的身家富贵 推举杨坚政变 所以杨坚的处境 其实是很危险的 仿佛就是面对着洪水的一堵土墙 随时可能垮台 杨坚对自己有几斤几两 对眼前的局势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客观上 他一上台就面临了 北州宗室和地方实权人物的强烈反对 杨坚先是引诱地方上的宇文室藩王来长安 解除他们的实权 接着调兵遣将 扑灭了中原四川等地 起兵讨伐他的藩政 横加杀戮 再加上封官赏赐 拉拢了官望的中间派 最后好不容易才把地位稳固下来 一年后 公元581年 杨坚登基建立隋朝 改元开皇 杨坚就是隋文帝 这一切来得太快 太不可思议了 一年前 杨坚还战战兢兢 担心被人加害 一年后 杨坚就是真龙天子 九五之尊了 杨坚觉得自己仿佛是在梦里一样 进而产生了严重的不真实感 最后发展成了深深的不安全感 他本来就有敏感多疑的个性 现在发展成了猜忌 多疑和猜忌是皇帝的共性 每个皇帝都有 只是轻重不同 强弱有别 但杨坚是其中的重度患者 随书评价杨坚 天性成猜 就是闷在那里猜忌周围的一切 还说杨坚啊 无宽人之度 有刻薄之姿 杨坚登基后 有一次对老同学 大司徒王仪直截了当的说 五西语功 未忘其等 一朝曲节为成 祸当耻溃 意思是说啊 原来我和你们地位相等 现在变成了君臣 你们当中一些人啊 应该觉得很羞耻 这是啊 典型的不自信 就是对政变的功臣 流仿正义等人啊 杨坚也对自己的长子杨勇说 此等皆反复直言 杨坚觉得啊 他们既然能背叛宇文云 也会背叛自己 所以他很快就疏远了 最初拥戴自己的功臣 几年之后 不是把他们冠以 谋反的罪名杀掉 就是贬斥到边远地区 或者革职为民 监管起来 杨坚还大搞特务统治 派亲信 监视朝野大臣 谁有小过失就加以重责 他担心官员贪赃亡法 甚至啊 私底下派人拿着金钱 引诱官员犯罪 谁贪赃就斩立绝 所以随书评价杨坚是猜忌 刻薄并不过分 他的成长经历塑造了他的个性 他的夺权过程给他埋下了严重的心病 在君主专政的政体下面 皇帝的性格影响巨大 甚至足以主宰王朝政治的发展 杨坚生生的不安全感 多疑猜忌的个性 直接影响了随朝权力交接 进而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王朝的命运 那么杨坚的个性 对随朝政治产生了 什么样的影响呢 欢迎大家收看下一集的法律讲堂 谢谢大家 再见 随文帝杨坚一登基 就立大儿子杨勇为太子 太子杨勇性情宽厚 很快获得了一大批大臣的支持 政治地位逐渐稳固 那么随文帝为什么又萌生了费力太子的念头了呢 明天将为您讲运稳固 随朝太子费力风云 第二次 林袍者杨勇 我们下实际上 儿子费力风云